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伊贝斯纯积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斯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知识酸奶就喝俊乐宝长知识了 本来我们由俊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专家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 陆其路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 图类图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很甜腻 但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 在他心里好像任何事都比我重要 而且一吵架他就和我提分手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他总说我不在乎他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都是他在无力取闹 一点事情就要和我闹进去 我们总是因为各种小事吵架 吵了虽然和好了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我们还应不应该在一起 我现在也很累了 今天来希望可以好好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掌声请出这对小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公 22岁来自江西学生 女嘉宾小和 22岁来自江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经常跟你提分手 是吧 所以你不知道他在不在乎你 这个感觉除了他跟你提分手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呢 还有就是他经常没时间陪我 我们谈恋爱这么久了吧 他每到周末 他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要回家 回自己父母家 对 因为我现在目前家里我爸他出去出差了嘛 很久回自家 然后家里就只有我妈照顾小孩 还有一个老人 特别特别辛苦 我那时候也跟他说了 一个礼拜回家一次照顾我妈嘛 那你家里人需要照顾 那我就不需要照顾了吗 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大学 我容易吗 我放假 我平时周末又不能回家 你是我男朋友 你不陪我 谁陪我呀 清明节你也没有陪我呀 是吧 清明节都陪你干嘛 因为我家里一个习俗 一个情况嘛 我家里的长子就必须要回去击败一下先祖 那你国庆节也不陪我呀 那也是因为我回到家以后 我爸他刚好回来了 我妈那边已经订好去博物馆的票 因为我爸很很难得一次回来 很难得家里人一起去聚 叫我跟我同学能看能不能妥协一下 往后演一演 那你什么都能推迟 什么都比我重要 那你还找女朋友做什么呢 他周一到周五陪你 周末回去陪陪家人帮着干点活 好像也说得过去 日常对你怎么样 他平常他经常对我承诺的一些事情 他也做不到啊 他上次说我们两个去逛街 然后我看中一个很好看的口红 当时吧我试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色号特别好 我也很满意 他当时就说要不我给你买吧 但是他到现在也还没给我买呀 价格大概有400左右吧 当时我实际上没有带那么钱嘛 因为我自己本身一个经济情况问题 自己在兼职 然后想存点钱给他买这个口红 但是我发现就是 光是我们两个出来玩 就是出来逛街什么的开销 超出了我这个兼职 存下来的一个钱的一个开销嘛 存不到什么钱 就一直这样下去 就没有给他买到这个口红 你如果没钱买的话 存不了那么多钱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也能够理解你 但是你也别给我承诺呀 你承诺了你就要做到啊 不是他承诺你的是今天买 明天买后天买 还是说在这辈子我们俩的最后那一刻我送你一只口 他的承诺是什么姑娘 他的承诺就是说等我攒到的钱我给你买 钱不是还没攒着吗 但是他那个生日礼物的那件事情你又怎么说呢 生日礼物我不是也送了你吗 虽然说事情也比较忙 但所以到生日那天我才记起来要送你生日礼物 可能他那快递晚了一两天但是也是一样送到了呀 我还送了你礼物啊 生日为什么要叫生日就是在一那一天才算是生日 那一年就过那一次生日你都要给我推迟 那就只能证明我跟你心里也就那样吧 还有你压力大我压力也大呀 每次我们一吵架你就跟我闹分手 我一闹分手然后你就同意 那你为什么要闹呢 因为我委屈啊 都你什么事闹过分手啊 又是国庆的那一次嘛 然后前一天他跟我讲了他家里有事 那他有事我也有事啊是吧 我也推了好多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就跟我说他不能去了 我就有点生气我也没有理他 然后第二天他也是对我的脸色不是很好 我就更加生气了 那我那天晚上啊 活了你那么久 把很多信息给你 你也没有回我 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累 心里很不舒服 到了第二天早上 还是一副那样的一个脸色在那里 那后面到了地铁站的时候 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 然后我就只好说分手 然后你也没有追我呀 我再这样下去我就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结果一样的 后面我不是也反省了吗 找你认错 我们不就和好了吗 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 又因为同样的事情吵架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约好去兼职嘛 结果就是兼职没有赚到什么钱 然后我们两个出来的时候开销也很大 就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我当时也哄了他 那结果他一路上就是什么话也没说 我就给了他两个选择就说 要么我们就继续 这样努力下去 这样改变一下现状嘛 要么就是不要过了 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分手 上次年是他朋友过生日 然后叫他去酒吧喝酒嘛 他之前答应过我 你不会喝酒嘛 我那个时候说 我不会喝酒 第一次就是说 我那时候不会喝什么酒的 我最多也就喝那么一两杯 刚才他可能听错 就说我一直不会喝酒嘛 不会有很多意思 不会有过喝不去喝是吧 至少两层意思 你理解的是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喝酒 他永远不会喝酒 所以你就闹 闹了之后你又烦 烦了你又说分手 是这意思吗 对因为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情况嘛 然后那边又吵 可能回答信息就比较晚 就会说是 没有回答他什么信息 那结果他那天就跟我闹这个情绪 我就很不开心 那你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啊 你对我的承诺就这么不伤心 那也不全是因为我的问题啊 后面也在跟我抱怨 就总是拿别人男朋友跟我来比 我一那天假期 他看到朋友圈 那些男朋友带自己女朋友去旅游 去玩 他跟我说这些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咱们什么条件 你不知道吗 那这也不是我故意找你查呀 那一天 我室友他们都出去玩了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 我一打开朋友圈 那全是这样的信息 况且去旅个游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吧 只要我们之前做好打算 然后查一查攻略 来个穷游也是很好的呀 小姑娘今天来干嘛呀 我今天是想请各位老师 给我们两个人一些建议的 什么建议呀 就是关于这些冲突矛盾的建议 我能先问几个问题吗 这男朋友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男朋友给我一个保护的呀 当初看上这个小伙子什么了 我觉得他挺善良的 善良 还蛮会照顾人的 虽然有时候吧 很多事情想不到 有些有些木讷 女朋友是干嘛的 照顾 照顾你还是你照顾她 其实我很想照顾她 因为我自身的一些情况 一些原因 所以往往有时候会忽略到她 你的学费啊 什么是家里还是自己挣啊 学费可能我可能还挣不到那么多 但是我会全部拿出来 就充当学费 生活也是自己兼职嘛 该如果说是实在没办法 身上没有钱 该只好跟家里人说 其实你现在读书的阶段 等于自己挣钱 然后读书 不够的让家里稍微贴补一些 对对对 经济情况紧张吗 家里 挺紧张的 挺有压力的 那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你有压力吗 也一样有压力 因为两个人的开销嘛 大部分都是我来出的嘛 这给你了解吗 姑娘 我一直知道她挺不容易的 每次她快没钱的时候 我都知道啊 然后我也会主动地去买单 有时候稍微有一点那些 照顾不到的地方 我就有一点点小脾气 我也没有真的跟她生气 所以在你心里面 要的男人是说 我可以随时发脾气 你只要随时能哄我就行了 是吧 也要有实质性的 男生今天来这个地方是干嘛呢 其实说实话 我来这里 确实因为跟她在一起这么久了嘛 因为这些矛盾 这些问题 然后让我很累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来这里能够请各位老师 帮忙出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嘛 你虽然在主观上身体很累 但是从主观业望上说 还是想跟她走下去 对 想找一个能让这段关系 变得轻松的一些方式 是这意思吗 是是是 如果就是一直这么累下去还要吗 可能不会吧 好 每个周末都回家对吧 而且女朋友又那么年龄 有没有想着 相邀这个女生到家里面去玩一下 谈了两年了嘛 我不是说见父母啊 就是邀请同学到家里玩玩嘛 看一看 想过吗 这个想法其实也有想过 但是也因为实际情况实在是不好那个 你指的实际情况不好那个是指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家里人 还是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嘛 所以家里人不希望你这个阶段谈恋爱 这是你给我的答案 也不是说是不让我谈恋爱 就是让我有分寸 明白 老师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你就恋爱谈得好累啊 我先问你第一句话 如果你对女生讲 亲爱的我买不起这个口红 你说得出口吗 很难说出 因为我知道她喜欢 这只口红多少钱女生 三四百 她一个月打工 大概能赚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 我做兼职现在是一千 平均算下来 你这一千块钱里边包含了一部分的学杂费 包含了你的日常生活费用 包含了你们两个出去的开支 还有你要买的这些礼物 我可以算 所以四百块钱的口红 对于你来讲 算是价格很昂贵的 所以男生 我说你谈恋爱最累 累在你永远在讨好别人 你第一想要讨好女朋友 第二 其实你也想要讨好你父母 你说我知道妈妈很辛苦 我想回去陪妈妈 可是你在跟妈妈爸爸之间 和跟女朋友之间 你从来不敢坦怒你自己的心扉 你总希望去做别人想让你做的事情 可是你从来没有真正为你自己做什么 所以一旦你们两个出现矛盾 你就想要逃离 我倒觉得你们两个恋爱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女生不是一个特别物质的女孩 可恰恰在于你自己的这种 过于好面子的心理 可是你别忘了对她来讲 或者对大部分人的恋爱来讲 谈恋爱他们要的是两个人能够彼此真心的交流 真心的告诉对方 我能做的我不能做的 就是首要的 如果你在恋爱当中 你连真心话都不敢讲 这个恋爱就不是真的恋爱了 那只是为了迎合别人而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你还想跟他真正在一起 首先把你想要讲明的话讲明 跟他商量好的事情坚决地做到 跟父母那边 我倒认为你没有什么可忌讳的 告诉父母 我有好好工作 我有好好学习 我也会好好谈恋爱 那相反对于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其实你的男朋友 他就是一个没有经济能力 还要靠自己打拼的男人 他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就在他有责任心 只是他现在有责任心 但是没有那个能力 去扛你们两个需要的经济 所以你不妨给他一点宽松的时间 让他有更多精力 为你们未来去打拼 好的爱情 一定是建立在 互相彼此真诚对待的基础上 再去共创未来的明天 所以我希望你们明天更好 而不是现在变好 谢谢 好 谢谢钟老师 来 陆琪老师 男生 我问你一个问题 家庭 事业 爱情 学业 你要排行怎么排 现在 学业 家庭 爱情 事业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学生时期的生活重心的问题 有一些人在学生时期 他全心全意的谈恋爱 我把它叫做全职恋爱 有一些人呢 他是恋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把它叫做兼职恋爱 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全职恋爱 遇上了一个兼职恋爱 这里面没有对错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考虑的 首先一个 姑娘 为什么你在整个学生时期 你的生活的重点会是爱情 这是你要想的 男生 我觉得你打工啊 挣钱啊 照顾家里 都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要想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制定了一个计划 制定完了 你就觉得我已经把它执行完了 没有去兑现这个承诺 如果你不能兑现承诺的话 为什么要对一个 把爱情看得很重的姑娘 在她面前去说 我答应为你做什么事 你把承诺太轻许了 说白了 你要为爱情投入一点精力 你要为爱情找一点兼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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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条件 对方有多少时间和金钱能付出在这段感情当中 当年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 我只有四百块钱 我连自己的烟钱都没有 而且我每天晚上做晚间的谈话节目 我也知道晚上我不可能跟女朋友去压马路 所以我也不轻易地做这种承诺 所以现在是我的老婆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 她也从来不向我提这种要求 她知道我晚上要上班 所以她不提要求说我们要看电影 她也知道我只有四百块钱一个月的实习费 所以她从来不会跟我说要带我去吃牛排 她尊重我 也心疼我 她甚至会把几十块钱烟钱 偷偷地放在我的口袋里 而不会像你一样给我买只四百元的口红 这种话说都说不出口 所以如果你心疼她 你怎么会提这种要求呢 老师 我能说一句吗 你说 这个口红当时并不是我主动提的 我知道不是你主动提的 但是如果我是你 即便在她面前 我都不会对那个口红多看几眼 你在她面前表示出来了你想买吗 她固然有她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 不要轻易地许下承诺 那你呢 你要是真心心疼一个男生 你明明知道她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 你明明知道她母亲在家里面照顾孩子 她回去就是帮衬父母 你明明知道 你撒个娇 说你不陪我也就算了 你难道还真生气呀 如果你明明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条件 那你就要尊重她这种条件 这种尊重之下 是有情人之间的心疼的 你有吗 因为今天从头到尾 你描述的那种种问题 我们都感觉你只心疼你自己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她 你就应该懂得去心疼的 男生也是一样 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说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去捧一个娇滴滴的女朋友 那我们就像老师所说的 找一个大大方方的 把自己的口袋掏出来告诉她 我只有这么点钱 但这么点钱当中 我愿意 有你一口是的 也有我一口是的 但我绝不吹牛说 我还能给你买更好 明不明白 知道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谁 对方是谁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谈恋爱是为了什么 在那段关系里面 你想要的是什么 可能在女生的心里 恋爱就是开心 愉快和享受 它就够了 可能对于男生来说 恋爱不仅仅是这些 还附加了一些责任性的东西 对吧 你看 这两个人在恋爱的认知上就有分歧 为什么要谈呢 为什么要这么吵呢 不就是吵这个吗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我找的 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吗 你想清楚 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换而言之 你想在这个爱情当中 你最享受的是什么 男生 说我谈得很累 我很苦 那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在你们两年的恋爱当中 到底是快乐多 还是痛苦多 到底是开心的时候 还是流泪的时候 想到那个人是温暖的多 还是伤心的多 你们把这个东西想一想 你们就知道这段路应该怎么走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跟你谈了这么久 其实我们中间虽然说 出现过很多矛盾问题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去解决 好好走下去 因为毕竟 这些我们还是可以解决的嘛 我也不想到最后 闹得谁都不好 虽然你经常不能陪我 而且呢也不也不会把我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当初就是喜欢你的善良 你的耐心 你的细心和包容 但是这些问题呢 你还是得改改 我觉得能不能走到最后 还 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外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君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围巾和那个星星 谁来讲讲你们放的是什么记忆啊 那条围巾是 她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 那天 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能是借了朋友的手机吧 装作快递员 叫我去拿快递 结果到了以后呢 我看到是她 看到她手上拿着这条围巾嘛 她跟我说 这是很早以前就想支给我的 那支了很久很久 那时候她 送我这条围巾带给我温暖 但我现在想跟她一起有这份温暖 女生放的是什么呀 那个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她花了好几个晚上 给我一颗一颗折的星星 她还特意地放了一小瓶香水在里面 一打开就香喷喷的 特别有感触 就是为什么大家拿回忆的时候 你发现都是恋爱初期的那个回忆 所以人们常说一句话 她一开始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后来怎么就那样了 到底是为什么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啊 来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了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古方鲜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鲜红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鲜红糖礼合一份 喝知识 长知识 宝贝爱情靠知识 知识酸奶就喝军乐宝 长知识了 来 接下来我们见证地的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来来 请亮灯 送给你们啊 祝你们快乐啊 谈恋爱吧 快乐 好吧 谢谢 爱情当中的人 你们就享受在爱情里 好好的去谈吧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保持权iron 28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韩 34岁来自河北美妆店老板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们俩在一起 据说是谈了两年了是吧 是的 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是吧 还是参加朋友聚会认识 怎么认识的呀 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谁追的谁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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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想当初说他十多个同学去肯德基应聘 结果他十多个同学都被应聘上了 就他每被应聘上 但是人家不靠自己一步一步的 现在不也成了阿里巴巴的总裁了吗 我感觉失败都是成功之母 马云失败是拿马云自己的钱和马云自己的精力 在失败当中历练 你是怎么失败的 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失败的 你看钱有他出了 那个合伙人是哥们儿 是朋友 你在这些买卖里干什么 就是他走了呗 谁走了 把钱财都骗走了呗 谁把钱财都骗走了 就之前的那个 不是你 怎么就骗走了呢 就是他总和我说就是说那个 他是谁 就是我前面那个对象 你前女友 你先说你那饭店是跟谁开的 跟他开的 跟前女友开的饭店 钱是谁出的 钱是我出的 你出的 饭店是谁管理 他管理 你出的本金有一个管理人是您的前女友 后来这饭店弄黄了 黄是因为什么 黄就是因为他给我骗了 骗了 随后都是说东西都是他的 把我骗了 这钱女友把这个饭店给收了呗 把你给踢出来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你觉得受害了是吧 对 现在你想让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你还想创业是吧 对 就是他吧 一直不死心 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我 就是我 白天从店里的时候 天天去给我送花 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 给我准备一下什么珠光晚餐 然后没事的时候整个小礼物 就是想让我赞同他去做生意 整天的从我耳边叨叨 然后我就心又软了一下 他又说想跟朋友喝会干点生意 我问一句啊 你自己做生意不就行 你干嘛求他呀 钱不够我们 想让他投资 是这意思吧 对 找投资人呢 找银行贷款啊 你不能老逮着一只羊毫毛 给没给钱 给了 然后这会儿他不但就我的钱 把自己的那点家里全部打上了 然后结果不出所料 还是赔光了 这个满卖管理 那是还差点钱 差点钱我让他给我补 那是还没给我补 所以反正可以的反正一塌糊涂 就如果当时要再给您追投一下的话 您这买卖就起来了 对 完了随后他还把这点事赖我身上了 那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现在他不是这些事情以后吗 我就坚决是不让他去了 这会儿我就给他找工作 拜托我朋友 都是已经赶紧说好了 他直接去都行 上班去都行 结果呢 没去 都因为这个就把我朋友都得罪了 为啥不去啊 我感觉是我有那能力能做好啥 我都没想 我都不想去他给我接着那个 行我明白了 就是从他 没看上那工作是这意思吧 对 我就想记得干凭自己的努力 有志向 有志向 不是我有一家那个化妆品店吗 他就说要不然我去你那个店吧 干啥去 想当管理什么去吧 他觉得到我这个店 也能发挥一下他能力 这个未来在职业职场简历里面又写一笔了 我曾经开过一家美妆店 去了 你说我对他能力确实是不打信任了 但是你说他现在你说整天无所事事的找班也不去是吧 我想赖都赖吧 可是我没想到他来了以后 人家真是大到客服地进行改革 改了 改 说我们家那个logo太图 而且呢 说我这个精英模式也有问题 去您那儿管理了多久了 就是他赖的时候大概有三四个月 这样的时间吧 怎么样 业绩蒸蒸日上 没有 然后 你根本都不懂管理 不是 你拿业绩说话吗 就他他接这个店管理了三个月之后 绩效怎么样吗 效益怎么样吗 不咋样 然后吧 人家过了一段时间走了 因为他不懂管理 不是 我说他 我感觉我的经验就是说 这是自己家的店 要是说别人想问我 我都不可能告诉他 这都是商业几米 我感觉他这店就是说 为啥正照大线都是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给他指出来了 完了他还就说满 满怨我呗 真行 我还挺佩服你的 你还信呢 我不信 不信 但是他是他自己走的 走了 这是这么回事 他就是总认为比我那个能力高吗 这个倒不是说因为那个啥 我不让他来的 是因为啥事呢 我是感觉他跟那个店里的阳光 关系太暧昧 他年龄比我小吗 就是我们店的店员啊 就是年龄跟他差不多 有的还比他小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那种年轻漂亮的小阳光 老跟人待在一起 就整天跟人家聊这个聊那个的呀 开导人家的人生 就感觉他好像是人生导师的啊 整得我们这群小姑娘还挺崇拜他啊 你说我我都想了你说那有那么多话跟他聊呗 我怎么没看见他这么跟我聊天啊 那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很多回来吗 我跟那些员工只不是都是谈谈工作啥的 偶尔是啥的跟他们开个玩笑 开玩笑也不就是为了团队建设吗 完了随后你他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也不相信我的能力 现在还怀疑我的人品 所以你想跟他分手是吗 没有 一个做大事的人 别人既瞧不起他的能力 又怀疑他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人品 他居然还不分手 哎呀 我想不明白啊 心里有什么结 心里有什么结 其实我跟他们确实是没有那种 就是你不是不想分手吗 他都觉得我原谤他了 人家一气直下就 あと他就想解释了 他就愿意 他就想让他们开个玩笑 他就想想支持他们 你就想不相信 他有什么好习惯 就像他连累了 他就想帮他们 这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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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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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领悟 成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 希望他能够真的体会到 到底怎么样才能成功吧 你那个是什么呀 其实我内心 是想跟他好好打耳朵的 但是我父母那不同意 我都想让他 拿反彩镜 能看透我的心 是怎么想的 明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你看 请回请回请回 请关门吧 古方新红堂 现敖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他们自己的决 请开门 行 这个结果是最好的结果 从此新的开始 对一段情感告别 这边我们给他一个好的解读 就是经过老师们的教导 他终于明白了 尊严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不代表不爱 而是现在他可能连 爱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金云之间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报价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结婚了要买房 婆婆让我出一半的 前妇首付 我说我钱不够 他让我管家里借 我不想这么做 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想你是不想 去付这套房子的首付 还是对这段婚姻 已经打了退堂股 送你一句话吧 结婚别折腾 折腾千万别结婚 祝你幸福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石护腹领先品牌 要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浸宝石实时水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